我们这个道理 那我们今天就要按照这个道理来过生活 所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杀身 偷盗 协淫 骗人 你去伤害世界任何一个东西 那你就伤害到你自己 不但不要伤害 各位不要对这个世界 生起一个占有欲 贪 贪心 如果你去贪这个世界 那你就会变成贫穷 你这个眼睛好色 眼睛长得不好看 眼睛就像火在烧很饥渴 好色的眼睛 所以如果你贪财 那你就永远觉得贫穷 所以你要懂得去帮助别人 护持三宝 帮助众生 那你就得到了金钱的福报 你这个嘴巴 念一下 不骗人 口才好 不骂人 声音好听 不说是非 讲话人家喜欢听 不讲没意义的话 说话就能够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嘴巴 你要发愿 从今天开始 永远讲真实语 永远讲柔软好听的语言 永远和和别人 永远讲一些对众生有帮助的话 进一步呢 为众生念一下 念佛 诵经 持咒 劝人 学佛 相信英国 那各位你要开始 转变你自己 所以除了消极的 我们不骂人 不骗人 积极的 我们劝人 学佛 大家下午还要念 地藏经 一个人念地藏经 就不可思议了 这么多人念地藏经 那就有很多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超度了 就有很多天人 发菩提心了 所以 释迦牟尼佛 到天上 为他的母亲 讲了地藏经 让世间所有的大神明 天上的天神 了解了众生 都是自己的父母子女 所以而发起了 帮助所有父母子女 离苦得乐的大愿 所以他就是希望 我们每个人 都懂得这种缘起 无我 只能互相帮助 千万不要互相伤害 只能互相的亲近 而不要互相的贪欲 占有 就像各位 结过婚的人 结婚快乐吗 一点点痛苦多一点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心就不安定了 甚至你就会生气骂他的 甚至有些吵到离婚了 因为这种自私的爱 你自己也很痛苦 对方也很痛苦 所以佛陀要我们学习 这种清静的爱 我们今天 昨天我们静永跟我说 师父 哇 市场有四只大甲鱼被抓到了 野生的 要不要放 当然哦 要放 然后呢 打电话跟卖鱼人联络 他说 不光四只 又送来四只 总共八只 要不要救 他就问我 当然要救啊 不然钱留着干嘛 管他四只 八只 十二只 二十四只 最好 连那个抓鱼的 都给他救回来 来替我们做义工啊 不要让他去杀生啊 如果有钱的话 所以 当然我们 钱永远不够 但是悲心 无量无边吧 所以 而且今天还要 救一万只 念一下八丁鱼 这个八丁鱼长大很大的 所以 而且呢 不会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所以 那我们要想尽办法 救动物的生命 再来 念一下 超度轨道 各位刚刚来就去 甘露诗诗啊 药诗焉供啊 做这个 对佛菩萨的上供 对六道众生的下施 所以 愿地狱到离苦 愿恶鬼到吃到甘露升天 愿所有动物不要被杀 我们还要救他们的命 愿所有人类 体悟到八观灾界 地藏经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 而生性善恶因果 六道轮回的道理 而了解 众生都是母亲 所以当愿众生 归一三宝 持戒布施 学地藏王菩萨这样 发菩提心愿 孝顺所有众生 愿众生 皆离苦成佛 所以 那八观灾界 就是希望 我们虽然时间短短 但是呢 心却永恒不改变了 所以希望今天的八观灾界 大家受持完以后 永远保持这种 清静心 大悲心 好不好啊 当你想要去伤害别人的时候 马上升起一个惭愧心 当你对别人起了贪心 欲望的时候 哎呀 这不应该的 我们要升起的 是对别人的尊敬 慈悲 忍辱 希望他成佛 而不是在分别 你有钱 我就对你客气一点 你长得比较帅 比较美 我就天天倒可口可乐 给你喝 带你去看电影 那个是自私的 你只在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 那自私的因 一定是痛苦的果 所以各位记住啊 今天你 你嫁一个先生 哎呀 因为这个男人啊 他很孝顺爸爸妈妈 哎呀 他家里很穷啊 哇 你背他的这种道德 他虽然家里穷 外表不好看 但是 他对人很尊敬 对爸爸妈妈很孝顺 所以呢 我要来护持他 那你跟他生活在一起 那就对了 幸福快乐 因为永远想要帮助别人 哎呦 这个女生长得帅哦 不不不 长得美哦 看起来又会生儿子的样子 我要把他娶来传宗接代啊 如果他那没生 我就给他丢掉啊 那你那种自私的 满足个人的欲望 传宗接代的这种欲望 或是这个男生家里好有钱哦 我来嫁给他 那我就免得贪了咯 那你有这种自私欲望 那这种婚姻一定不快乐的 因为你想要从对方身上 得到什么 那你就会失去更多 所以哎呀 因为对方的爸爸老了 妈妈老了 没人孝顺 我呢 来嫁给他 孝顺他的爸爸妈妈 也感化我的先生 能够学佛吃素 如果你用这个动机 那你就不会抱怨啊 当然 站在佛教 希望各位 没有欲望 没有自私的欲望 去过生活 那最好了 因为有了私心必定痛苦 有了悲心才有快乐 所以自私是不清静的 慈悲是无所求的 那佛陀告诉我们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 按照佛陀所制定的 念一下八正道 六波罗蜜 来生活啊 我们要有一个正知正见 相信夜暴轮回的道理 生老病死的痛苦 所有的痛苦 是我们自己的没有智慧 贪爱执着 造业 而造成我们的痛苦 所以由正知正见 那么产生了一个正思维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 念一下 不贪心 不伤害众生 不称慧众生 这是一个 消极的 保护自己的方法 积极的 我从今天开始 普度众生 愿众生 皆得往生净土成佛 由正见产生 正思维 由正思维产生 正语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讲话 刚刚念过的 不骗人 要讲真理的话 不骂人 要讲柔软好听的话 不讲是非 要劝大家互相爱护 和和的话 不讲没意义的话 告诉大家 生性因果 是身体 八正道的道理 所以由正语以后 产生正业 那今天各位 业就代表身体的行为 基本上要做到 念一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所以不但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今天还要放生 今天还要布施 今天要过着一个 没男女欲望的生活 所以而且用我们的身体 做义工 来 希望各位 六灾日 在家里 早上起来 自己受戒 拜佛 下午呢 用身体 去老人院 去孤儿院 去寺庙 做义工 扫地 用你的身体 去为众生 服劳力 一般我们去做工 这个身体都是为了赚钱 不然我去做工干嘛 所以八观灾界那天 你用你的身体 去工作 但是你赚的钱 是要供养三宝 帮助众生的 那你就不是身体的努力了 所以不见得六灾日 一定是礼拜六 礼拜天啊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佛陀制定好 这个八观灾界 要我们实践 这个解脱的八正道 念一下 勤修戒定慧 消灭贪嗔痴 普度诸众生 所以这个戒定慧的实践 那就包括了 刚刚所讲的 正语 讲话 守戒律 正业 身体 守戒律 所以 那这样呢 才能够镇定 内心里面 能够不被外境影响 专心 而了解了 生命的真相 所以这个八正道 我们再背一次来 正之见 正思维 正语 正切的语言 正业 正确的行为 正确的行为 再来 正命 正确的职业 你的职业千万不要为了你的生活 自私 卖 卖酒 卖香烟 卖毒品 开酒吧 然后呢 让别人直接间接去伤害众生 不能欺骗我们去扶劳力 去扫地 去做工人 都可以了 开速食餐厅 用各种方法 那你还可以生活 再来正精进 那各位居然知道道理了 不好的千万不要做了 好的要积极去做 所以要正精进 才能够达到第七个 念一下 正念 正定 那这样呢 你能够了解 佛陀所讲的真相 什么叫正念呢 佛陀告诉我们 念一下 观身体不清静 观感受是痛苦的 观心变化无常 观一切乏 不能主宰 无我空性 这个观就是一种正确的了解 身体是不清静的 苦的 变化无常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今天 不要穿漂亮 今天穿海青 穿素素的衣服啊 今天的身体 不要躺大的床 今天的身体 不能擦香水 享受 因为这个身体是 痛苦的根源 这个身体会老 会病会死的 然后这个身体 要干嘛呢 这个身体 赶快拿来拜佛 这个身体 拿来帮助别人 但是不要做身体的奴隶 要做身体的主人 我发觉现在女孩子 很喜欢漂亮啊 现在世界流行漂亮啊 性感啊 美容啊 那你好可怜啊 你变成身体的奴隶啊 因为你认为说 我这个身体可以来 让别人 别的男人欣赏我啊 那也有很多男人 喜欢弄的帅帅的啊 我要让其他人觉得 我很帅啊 如何如何啊 那你就不快乐 不自由了 所以你越 用你的身体去迷惑别人 让别人痛苦 那你以后啊 到了五六十岁 腰也痛 腿也痛 腰酸被痛 所以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想各位了解 这个身体是不清静的 随时会死亡的 我们要好好利用 这个身体来拜佛 来做义工 来打坐 来孝顺父母 利用这个身体的变化 来体悟无常 利用这个身体来修行 那有道理 再来观寿是苦 如果你是